來來來來我們一起來 擺動你的腰 快樂又逍遙 來來來來 你要給你健康玻璃珍奇鳥 還記得那些年 我們一起看的早點名還有歡樂谷嗎 當年這些兒童胎哥哥姐姐們 可是比喬虎 天竺鼠車車 玻璃還要紅 他們現在裹得如何 就讓小編來告訴你 受限有請元老及人物香蕉哥哥 為我們拉開童年的序章 嘿你好 今年46歲的香蕉哥哥 轉場是塗抹孩子的笑容 維持不老生疏 當年的開台元老 也只剩下他一個人屹立不搖 成為乙哥的同時 香蕉哥哥也不忘打理自己的終身大事 他2018年和草莓姐姐在沖繩舉辦婚禮 成為第一對水果聯姻 各年兩人迎來愛的接近 小朋友才做選擇 香蕉哥哥愛情麵包全都拿下的 如果打脫姐姐 不想第一條跳出來的是 大家以為他會跟香蕉哥哥 結果 結果官配都是騙人的 蘋果姐姐婚後便淡出螢光幕 2015年產下兒子小費馬後 開始稱為斜槓老媽子 沒有當老媽子的時候 平常到底在幹嘛 大家可能很好奇 你是說我的正職 你有正職的工作嗎 婚友好嗎 是做什麼 在2013年 又一張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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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力一日結界 種生結界 就算離開電視台 蘋果姐姐 依然沒有離開情子產業 他目前正在籌備在廣州開民宿 搖身一變成為蘋果BOSS 大家好 我是前西瓜哥哥李悅 自己講到害羞 有這個時代的眼淚 西瓜哥哥日前宣布回別20年的幼幼台人生 一本兵禮樂再次出發 因為我在入行前 就是那個 有一個觀世音菩薩 一個師姐 她就曾經跟我媽媽說 她說你兒子以後要服務小孩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還沒當西瓜哥哥 我三個月後就當西瓜哥哥了 所以我就一直把這件事情 聽在心裡面 就我不是為了說 我今天是為了要轉型所以我離開 我是為了要做更多 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 她可能還是跟親子有關係 譬如說像我現在有開舞蹈教室 然後我有兩間舞蹈教室 然後未來可能還會有再談第三間了 還有那種英文補習班 要來找我們合作 跟我的舞蹈教室都結合 所以其實我把我自己的身分 可能設定成是一個 也是一樣在親子當中的 小小企業家的感覺 接下來這位不得了 她是笑辯小時候的女神沒有之一 嗨大家好我是小蜜桃姐姐 小蜜桃姐姐2011年 身價十億身價的大陸富商後 就定居在上海 專心經營親子餐廳 因為有小孩之後 我們常會帶小孩出去 那其實帶小孩出去 最困擾我們的就是可能小孩會吵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她有東西可以做 那後來就是當然很多親子餐廳就開了 那可是親子餐廳我們去了 我們又會有點覺得比如說我們要聊天 姐妹要聊天 可是那邊小孩就在求食蹦啊幹嘛的 我們又有點覺得 或是說今天這個姐妹她可能沒有小孩 她會覺得 蛤你們要約那個可以不要嗎之類的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就是融合她了 那我就覺得就是我要 區域格開來我的就是有1樓跟2樓 1樓就要很正式的那種西餐廳 然後2樓就是有小朋友互動 然後我就是把以前我多年的一些經驗 要做手工的 然後有唱歌跳舞的 然後哥哥姐姐陪你講故事 陪你玩玩具 就是那家長就可以很放心的 把他們放在2樓 如果說以上的哥哥姐姐 和我們童年時期 認識的他們沒有太大變化的話 那麼以下哥哥姐姐的發展 絕對差很大 蝴蝶平常的服裝也是走可愛風嗎 嗯 一直以來都是走可愛風 但是最近我有想要轉型 就偶爾私底下也會穿的裙子比較短一點 像大人的感覺 欸好像有被偷拍到私下穿很辣嗎 身材很好 身材很好這點 嗯 我有一點 害羞 當蝴蝶破肩而出什麼害羞 全都刪一邊去 心象大轉變的蝴蝶姐姐 心圖也跟著大開 唱片也出了 代言也接了 甚至在2017年獲得金鐘主持人的肯定 正當大家一位蝴蝶 將要展翅高飛的哪個moment 卻在2020年被周陽青踢爆 她和羅志祥之間不單純的男女關係 被貼上小三標籤後 凱樂工作全部再見 目前還在身影中 所以妳有抱怨過妳這套衣服嗎 不會喔我覺得很可愛啊 葡萄妳是不是很黑 我很黑我跟香蕉哥哥一樣黑 我是裡面最黑的 而通胎時期 就有獨特綜藝感的葡萄姐姐 在2010年卸任後改名為迷克白 開始往戲劇之路邁進 我爹之前鳳姐有告訴我 什麼不可以做朋友 還叫我賣婚姻 那個時候我又聽不懂 我現在想想的 我來 2014年 風光嫁給尾牙大王寫明節 我們在2013年 跨2014年的時候求婚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剛好選520它就代表我愛你一生一世 好甜蜜油米油 But 相愛容易相處男 這段婚姻在2019年劃下句點 現在的迷克白 將所有心力投入在戲劇 還有他養的四隻狗狗身上 牙痛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我一定要記得去看醫生喔 當年在康熙 以苗惹怒小S的果凍結界 2016年從兒童胎畢業 轉型成為通告藝人後 不知道是被達通了什麼任督二賣 開始往搶錢之路移去不復返 除了上通告結業配外 他也投資了菊酒屋、餐酒館 還開公關公司結行銷案 現在連美髮業他都來分一杯羹 這間是 其實是個意外的機緣 很久以前 好幾個算命師 算命老師他都跟我講說 你以後一定會做頭髮的這種美髮事業 我想說怎麼可能啊 到了就是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說 欸那個 你要不要來做髮啦 我說蛤 這麼突然 居然之前老師說的話 都有靈驗的感覺 好像就是 覺得就順著他吧 事業業興越來越大 感情生活自然而然 不是他的第一順位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 沒有 這樣是願意嗎 楊晨熙在2018年 答應大飛的求婚 說好的婚禮以言在言 最終迎來的卻是 文秀宣言 只能祝福兩位各自精彩了 冒冒 教堂哥哥問你喔 長輩如果站著跟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站著還是坐下來呢 近年來常在臉書上 枕編時事的教堂哥哥 也是兒童台處身的唷 他2014年離開兒童台 2015年開設越南餐廳 因為我開樂廚這家店已經六年了 然後剛好今年年底 他是約到了 我就決定不再續約了 跟你說我要 就是結束我的餐飲人生 其實我也是因為 躺在這裡太久了 我才後來逼自己去學校讀書 現在我在中山大學讀書 讀社會系 所以我想說 要準備寫論文的 就專心把論文寫好 兩年半其實很認真的 對 但是想說 趕快 因為你拖越久 學費的腳越多啊 你還是要講出設備嘛 然後跟教授密集的時間 就會無限拉長 而且我有寫演藝圈的勞動 就是我們查過 學術圈 基本上目前沒有這樣的研究 所以我可能會是第一本 譬如說 像我們在慕慕慶寺台 這麼多年我們有合約喔 我們有約束益 我們卻連勞健保都沒有 這件事情就是 必須要被討論 政府要重視這件事情啊 對 科學姐沒有保障耶 對 然後低薪就算了 然後你出去工作 你竟然沒有勞健保 畢竟我的論文會跟蔡英文一樣 都被放大解釋嘛 是 既然都講到總統蔡英文了 那就不得不提 焦糖哥哥今年5月 正式加入民進黨這件事啦 有一個聲明是說 你有這樣的多方是要重振 你剛好沒有加入民進黨 從政這種事情喔 其實我常常覺得 人參與社會 關心社會 這是必要的事情 現在就覺得很煩啊 因為根本 因為你真的說真的 議員或立委的薪水 其實跟我開店 差不了多少 而且 開店上面的自由 開店還可以接業配 還可以上通告這些 從政根本沒有這麼好 那真的是覺得 他們來說服我就是 委員服務 真的要把它變成 那個置業的時候 換我就是 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目前 就是覺得 沒有再規劃這件事情 最後讓大家最不捨得 莫過於黑皮哥哥 張善維了 張善維在2013年 被診斷出 胸椎腰椎瘀血 壓迫到脊椎神經 開刀過後便淡出演藝圈 從此斷絕和外界的聯繫 不過在2018年 她的助理曾透露 張善維已經返家修養 並且正在積極復健中 希望能夠早日傳出好消息 好的 以上九位哥哥姐姐的現況 盤點完畢 不管是終於本業 還是嚴重招勁 都還是要說聲 謝謝你們 出現在我們的童年裡 多謝 大家別忘了 吃飯 多謝 吳橋 你的 小燈 也 你 真的 想